嘶 share story 大家好 今天會跟大家說一下 關於最近很Hit的話題 就是女團 Color 首次在1月12日 亮相 很多網民對這件事 都有很多熱門的話題 今天我們會 再出一段影片 去講一下這個 題目 就在18日 成團的8位 女團名單 已經出來了 她們也首次亮相 今天我們會講幾個 題目 第一個就是她們的衣服 造型 有人說得罪了 造型師 我們今天會講一下 第二個就是關於 前夫反擊戰 Facebook成立了 一個group 之前前夫 避受懶落 或者丈夫避受懶落 要反擊 第三個就是 MIRROR 有些粉絲不滿 就說出了女團之後 MIRROR就會冷落 她的IG POFile 就不會好好地更新 我們一起來講一下 首先 第一件事 就是講一下她們首次亮相的 這個衣服 就是很多網民都說 嘩 為什麼穿到 又老 又不好看 很色彩的 那 非常色彩 那衣服 就發生什麼事 是不是得罪了這個造型師 那 那 話說這一套的系列 其實就是 KUCHI 來的 真的都是漂亮的 那 我全部都穿KUCHI 就不知道 我想可能是賣廣告 那 每件的價錢 價位應該都 千千萬萬 非常之有氣勢 看到 在這個資源上 真的 不少得 一開始就已經有這個廣告 想有這個 打入這個廣告圈 那 所以呢 KUCHI這套 不知道是贊助 還是很大機會是贊助 因為 說真的 你整個造型 說要買了 八套 KUCHI 真是不得了 所以在這個 亮相 他們做一些馬甲 或者做這些 主打這個 時尚風格 以亮色 復古綠色 螢光紅 那 那 這種風格 真的很明顯 在KUCHI 一件綠色的衣服 就是 MARF穿那套 綠色的衣服 一件的價錢是 兩萬八千元 只是一件外套 那 這個 其實是 對於這個 其實我覺得 都有一些 可以說到的話題 就是說 就是 是 它是一個名牌 但是 其實整體 我自己的感官 就是 真的很 化化碌碌 這樣 那我不知道是ViuTV 是不是 就是 我覺得是KUCHI的 當然 是一些漂亮的東西 可以給它 有相當大的資源 但是 有這麼說 這個 不是走這類 叫做 韓國的偶像 就是甜美風格 也不是走這個 叫做 什麼 就是性感路線 這個 其實 都是ViuTV 那個策略來的 就是說 其實 它 就想 籠落一些 媽媽級的 粉絲 這樣 或者是 比較能夠 就是 喜歡走實力派 你也看到 MARF和阿繳 他們都是 跳舞很厲害的 就是很擅長 跳舞 跳舞都非常之好 那我自己也很印象深刻 就是阿繳 她那個 那個 locking的舞 真的 令我當時 在決賽的時候 我看的時候 都是非常之 很有印象 所以其實她走的路線 是實力派 對 而這些的衣服 真的很成功 就是 在她們的 那個 成功去 拿到一些 觀眾的 一些 注意力 他們 令到她們的 觀眾 馬上 就說 為什麼這樣 但是真的很成功 就是 這件事 又會被人看到 原來這些衣服 是Cucci的衣服 就是很好的 很好的一個廣告策略 和一個宣傳策略 可以這麼說 是 馬上令到 不少網民都會批評她們的造型師 但是也會令到我們留意很多 原來這一套的衣服 是Cucci的衣服 所以 也不出奇 因為 這個 她走的路線 很明顯 不是大眾會喜歡的 那些衣服的造型 所以其實 都成為成中的熱話 我覺得是成功的 就是她們穿了這套衣服 大家都知道 現在 這些衣服 原來是Cucci的衣服 或者是 這些是 就是 會留意她們 成為了一個話題 所以 也是她們Collar的 第一戰 我覺得也是成功 就是讓大家都知道 她們穿了這樣的衣服 就會有人去留意 這個是其一 那就是 說回第二件事件 那 就是 前夫反擊戰 那 話說MIRROR 之前開了一群組 就是我老婆嫁給MIRROR 導致婚姻婆裂關主組 這個 非常之 很多人喜歡這個 FAN PAGE 不是FAN PAGE 是FACEBOOK PAGE 那她好像也有20萬 還是很多人喜歡 那 那什麼事呢 就因為 這個 丈夫和前夫 一直滲 就是老婆又抱著 姜濤的抱枕 家裡又貼了海報 入侵了她的家 那現在就是 前夫反擊的時候 話說 這個Page 現在都到 差不多百萬 百萬個人Like Follow 非常之厲害 而 這個COLAR 那個 IG的Page 也是有22萬 的人去Follow 所以 非常厲害 很多 很多前夫 就說 要讓自己子女去認識一下 那是時候 要有一個 抱枕 這樣 成為了一些 很搞笑的話題 那 我覺得 也有趣 就是 這個FAN PAGE 都可以 就是 跟 跟 一些 即是 有新的景象 是可以去認識得到 更加多的 那 看來呢 那些前夫 都 或者丈夫都 挺支持 這個COLAR 因為我看 真的升得很快 他 本身是24小時 已經有3萬人加入 那 還有呢 就 很多 就是 我看到一些民眾 討論 有些人很好笑 就是說 不知道他們代言 什麼 你們前夫 是可以 支持的呢 真是很好笑 所以 其實 都 都 令到 人 會 留意多了這個女團 所以我覺得 這個也是 COLAR 可能會 起得起的原因 譬如 可能 有些前夫 或者丈夫 但我覺得 長遠來看 就要看 那個女團的實力 譬如 她的跳舞 她的唱功 各樣東西 她們的綜藝等等 她們可不可以有一個大的進步 如果只是靠前夫 或者 這些去 整協她們 就不只是這樣 而且都要看 一些女性 喜不喜歡的 所以其實之前我也 有說過 就是說 心靈是一個很好的 就是 很好的成員 令到 媽媽級 都會 會喜歡她 就好像 某些 KOL 可能她的身材 各樣東西 都發覺 其實我到這個三十幾歲 其實我都可以 可以這麼健康 可以這麼有 活力 所以我覺得 這個也是一個 就是 KOLA會成功的一個原因 好 接著 就是說第三樣東西 就是MIRROR 這個鼻受冷落 其實MIRROR 是很難受冷落的 只不過是 那些鏡粉 不是太 不滿 對 就是 有點不滿 話說 因為 KOLA就升得很快 加上又有一個 前夫反擊戰 這件事情 就力捧她的女團 彈身 開始一個 互相的激戰 令到 這個鏡粉 就有點不滿 早前就說 就是 惹來一些爭議 我個個都去了 FuHu這個節目 監製 兼她們的經理人 花姐那裡 就是 IG的洗版式留言 就說 喂 你 你 只是 只是 幫女團KOLA去宣傳 那 又給她們這麼多資源 你知道她們的衣服 也有酷脂 也有 她分薄了MIRROR的資源 來了 這個時候 媽媽 就要分 兒子 和女兒 究竟如何評分 這些資源 她一定會有這些爭竅 她就說 女團出道就大力支持 現在MIRROR出道的時候 就沒有支持中央 她就說 MIRROR的官方IG 沒有心經營 這樣 我真的 真的慘了 因為我自己覺得 花姐其實真的很努力去經營 那 她也很用心去研究究 如何去 令到12個 成員 MIRROR的12個成員 都可以 發揮她們的專長 那 那 那 IG那個小編 真的要 加把勁 因為 現在是有 competitors 有一些競爭者 在這裡 就是要 就是競爭 而且要是女 那 同時MIRROR大部分 都是女性為主 所以其實 這個時候又會怎樣呢 那 花姐就有馬上回覆她 那 她就收到之後 Story的回覆 她說 我已經收到你的不滿 我的努力做好 希望你開IG帳 可以followMIRROR的IG 多謝 那 那 其實 其實 都很難說的 因為理性地去說 就是 其實女團 大家其實有 有MIRROR這個例子 才會有女團這個 HIT HIT 因為大家看MIRROR 就覺得MIRROR很成功 所以 對女團是抱有一定的期望 所以 HIT 起女團 這個比較 就是 比較MIRROR 當初出道 那 Compare 這個女團 其實她一出道 就爆 或者HIT 是很正常的 因為大家對她有一個期望 對ViuTV有一個期望 就是 哇 你MIRROR也成功 或者 ERROR也有一點名氣 這些 這些 團 你都做得好 是不是女團 大家自然 就會有一個期待 在裡面 所以 投放多了資源 是正常的 因為 也不可以說投放多了資源 也可以這麼說 MIRROR 她也有投放資源 但是只不過 這個話題 我們 對她有些期望 就是 究竟女團 她們會選擇什麼人選呢 會走哪一個方向 走什麼的 一個 形象 和一個風格 其實這個是 令她 可以HIT 得這麼快 或者大家可以說 但是 我也是想說 如果長遠女團 要走長遠 一定是講實力 因為 你又要 有一幫男生 的FANS 男性的FANS 你又要有女性的FANS 其實 你一定要有實力 而且 要有一定的 好的形象 男女都不得罪 這件事 我覺得是相當困難 比MIRROR更加難 比如MIRROR 可能 籠落了一幫 媽媽級 或者少女級 尤其是這幫 更加支持 所以其實 我覺得 女團 更加要看看 她之後的發展 是怎樣 以及她的成長 可以去到哪裡